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蕉牛奶小餐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一根去皮的香蕉先给它倒成香蕉泥 接着我们先打入一颗50克的鸡蛋 然后再加入40克牛奶 最后我们再加入15克玉米油 都加好后我们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加入两克酵母粉 然后再把我们捣碎的香蕉泥也加进来 接着我们用打蛋器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加入15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用铲子把它们一直翻拌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面团就可以了 翻拌均匀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显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显好后我们先给它折叠几下排除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得心理光滑一些 然后再把它擀成厚度约5毫米的牛舌状饼皮 擀好后我们再像这样先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卷好后我们再把收口的地方给它轻轻的捏盐 最后我们再把它搓细搓长一些 像这样我们的生胚又做好了 都做好后先把它们依次放入不粘模具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左右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香蕉牛奶小排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咬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香蕉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